《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Hello 大家好 我愛我的家 今天又在這裡和大家見面 我是Annie 祈梅娟 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一下暑假開始了 很多家長就開始 如何為我們的小朋友 去計劃暑假有個多月 我知道很多家長 未在暑假之前 就已經幫小朋友鋪排好很多節目 例如參加什麼夏令營 或者有些就去外國交流 有些又參加暑期活動班 很多很多種種那麼多的活動 好了 可能有一些家長就還未有什麼特別好的計劃 那怎麼辦呢 在今天我有一些好的提議給大家 和大家分享一下參考一下 以往我的小朋友 我就很少要他們鋪滿了密麻麻 我覺得暑假是一個親子關係 修補 我用修補這兩個字 因為為什麼呢 開了學時 你經常要監補他讀書 要他總課 測驗 還有考試 當然是很破壞親子關係 好了 暑假我就利用那段時間 來建立親子關係 所以很多時候 我也知道有很多雙職的家長 就未必能夠做得到 那段時間因為我不用上班 所以就可以在閒日裏 帶小朋友去一下活動 好了 如果真的要上班的話 看看可不可以在那段時間 拿一兩日的長假 或者因為禮拜六、禮拜日 就較為逼一點的 去到那裡都要排隊 拿位 就輪盡了一點 試試看可不可以閒日 例如拿日假 做一些親子活動 我在這裡 我就特別和大家介紹一下 有兩本旅遊的書籍 就叫做 《香港歷史文化由中》 有一集 上集和下集 其實這兩本書 我回去看到 真的喜出望外 為什麼呢 其實這兩本書 不用錢 就在民政署有得拿 拿回去 我看到 他真的介紹了 香港很多很多不同 譬如宗教方面 有不同的廟、教堂、清真寺 一些地方 有一些文化上 又介紹我們一些博物館 很多不同類型 又值得去攝影的地方 他也有介紹 譬如有一些鄉村的地方 譬如鄧氏宗池 這些地方 他也有介紹 有介紹你怎樣去 兩本是非常好的 旅遊書籍 有時我們未必一定要去到這麼遠 要搭飛機 或者怎樣過去 只是香港 原來也有很多很值得 我們去參觀的地方 所以今天 我看完這兩本書之後 有一些比較容易去的地方 在這裏跟大家介紹 有些說 有些小朋友都已經去過 但不要忘記 小朋友去過 你和小朋友一起 是未去過的 是吧 其實可以 如果小朋友真的去過的話 你也可以跟他們說 你做我的導遊 好 你帶媽媽、爸爸去 或者帶妹妹、弟弟、姐姐、哥哥去 你去做一個導遊 介紹我們有些什麼值得看 其實小朋友都會很開心 這正正是親子和諧 和諧 和整個家人建立那種感情 一個很好的機會 好了 我不說太多了 去回我們暑假好去處 哪幾道好去處呢 我們分開了幾部分 A部分 去看看別人的鄉土情懷 真的去那個地方 去看別人的生活 了解一下當地人 他們的生活態度是怎樣的 你不要說 大家都是香港人 其實原來大家都是香港人 都有不同的生活的態度 即每一個地方 都會有它的特色 例如像長洲 去到長洲 你禮拜六、禮拜日去 真是很擠迫 很繁盛 尤其是在碼頭上岸 那一天根本是人頭湧湧的 真是當地的旅遊事業 真是扮得不錯 但我自己特意選一天 是平時這樣去 清靜很多 你可以在那裡沿著岸邊 慢慢走 你可以去到北帝廟 看看當地的宗教文化 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你可以拍照 又可以進去求籤 然後你可以去當地 看看他們吃的魚蛋粉 做的魚蛋、豆腐 就算是平安包也有 當然當然沒有那麼多 不用多天去搶 又要排隊 很辛苦 你可以看看他們 民風很樸素 整條街賣東西的街 很寧靜 其實不是真的沒有 星期六、星期日 那麼圈話、吵吵 你可以慢慢走一條街 欣賞他們當地的食品 又可以在那裡 其實現在也很少人在那裡 特別說要進去買什麼 但當地也有很多特色的魚產 魚肝或者豬而此類 你可以慢慢去看看 又可以吃吃當地的茶餐廳 喝喝他們的奶茶 都是好 特別介紹就是午夜食肆 原來在長洲 到晚上12時後 有另外一番景象 在離島碼頭那裡 有很多很多攤檔 有奶茶、甜品 很好吃的 你可以在那裡 我自己上一次 就吃到半夜兩點鐘 兩點鐘都有船出回來 所以大家不用怕 即是長洲基本上 去來回的船隻是很密的 即是有快船有慢船 其實中間卡拉 是十五至半個小時一班 大家最穩陣 在未去之前可以上網查看 或者去到碼頭 拿一張他們的船旗包 耕表 有收費在裡面 那你就可以知道 我乘幾多點鐘船去 幾多點船回 還有那裡一辣 是近著碼頭 那裡一辣的大排檔 全部都是近海邊 現在比較熱 如果你說晚上在那裡 一邊吃海鮮 一邊享受紅酒白酒 看著海 其實也是挺放鬆的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吃完 等到晚上十二點 你就去個午市那裡 午夜不是午時 午夜那裡去吃甜品 欣賞一下夜生活 好了 第二就是大澳 大澳的棚屋 我想大家很有名 雖然是火觸過 但是現在還有棚屋 在那裡 你一上碼頭 沿著那個路 走進去 你會見到那些棚屋 有些人還在那裡 你也可以和小朋友 一起看看 當地人的生活情況 是怎樣 很值得大家去看看 還有沿著那個提案 一路走走走走 走到最盡頭那裡 日落的景色 是非常非常美麗 你看得到很寧靜的一個港灣 那些船 就是渡輪碼頭 泊進來 是另外有一種的情懷 你也可以和你的小朋友 欣賞一些大自然的美 這樣 另外沿著那條路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當地最有名的就是蝦糕 其實你在那條路 再進入一點點 還有一個蝦糕廠 當然現在沒有蝦糕 在那裡曬給你看 但你仍然可以看到它一盤盤 做好的蝦糕 是擺到曬太陽 也可以買一瓶回家 試一下味道 和小朋友一起回味一下 一些農村人的食物 製作出來 就不同 你在市區自己買到 當地他看了 他明白到 而他買 他回到家吃的時候 他有另外一種感覺 是很兇的 另外就是大澳其實很好 在這條路走進去這個街 除了可以買到一些 當地的魚乾了 曬乾了的魚產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 當地人的那種 漁民的生活方式 你一直走 你會看到一些漁民 他捕捕了一些魚類 或者一些海產類 魚蝦蟹 他就在那裡拿上來賣 或者直接在漁船下面 就秤給你 你喜歡哪條魚 他就捕上來給你看 在他那隻船那裡 養著一些魚 他捕給你 這樣就跟你講價 二價 其實你有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給小朋友看 當地人的生活 他們怎樣去捕魚鑊回來之後 怎樣賣給一些旅遊人士 怎樣賣給一些當地人 他們怎樣去賺取他們的生活費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教材 我們家長可以跟小朋友分享 好了 當你買了魚上來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拿到附近的一些酒家那裡 他會收回幾十元 一樣的叫做煮食費 他幫你煮熟魚 幫你蒸熟魚 他每一碟收回一些錢 你就可以自己買回來 當地買回來又馬上去吃 那個感覺 又可以給到小朋友一起 跟你去分享一下 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們去吃又怎樣呢 另外除了我們去吃東西之外 其實也有一個漁民博物館 都是講解當地人一些漁民 他們的傳統生活是怎樣呢 他們的嫁取是穿什麼衣服呢 他們捕魚的時候用什麼漁具呢 其實博物館裡面都有的 這樣又可以帶小朋友去看看 好了 除了我們走在他們叫做市中心的 其實很近我們可以坐車去到大佛 我想大家都知道大佛就是一個很大的大佛像 全世界最大的 是不是全世界最大 我不知道了 起碼是東南亞應該就是 這樣就有個心經臨 其實那個心經臨 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帶小朋友去看 因為字體應該是余宗儀大師 他所寫的 聽說那些木就是因為被蟲住 但是也進行修補的工作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心經臨 走走走和讀一下心經 這樣也是一個很洗滴心靈的地方 講了兩個鄉土情懷 我們又講一下文化之旅 都在這兩本書裡面找出來的 就是說如果一些小朋友對文化藝術很有興趣的話 其實真的應該很值得去香港文化博物館 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文物館去參觀 為什麼我將這兩個群組合在一起呢 就是因為他都是在沙田大學站 都是比較相近的地方 如果說上午我去香港文化博物館的時候 我吃完晚了在沙田 下午我多搭一個大學站 我就可以去中文大學 還有大家不用擔心 開放時間的情況 這兩本書都很詳細地介紹了 你不會說去到關門了 如果再擔心的 打個電話去問問 那就包武藏版了 另外如果去了這兩個博物館之後 其實這兩本書有一個號 就是連宗教都有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香港普遍來說 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摩門教 這些很普遍大家都很知道 其實這本書都有介紹他們不同的 例如教堂、廟室、清真寺、基督教堂 都有在這裡 大家都可以去參觀 我特別介紹 我沒有宗教任何的偏見 或者是為何介紹一個 不介紹一個 不過時間的關係 我只是今次介紹了文武廟 其他的可以在這兩本書裡看到 為何我要特別介紹文武廟 因為很可能我住在香港島區 我對她是特別熟悉的 因為做媽媽很奇怪 人家說文武廟 小朋友如果開學的時候 去文武廟拜神 保佑她讀書 那年聰明伶俐 順順利利 這是我自己個人迷信 大家不需要學我 不過給大家參考一個分享 這個文武廟在中上環 大家去到 帶小朋友 因為她也很有歷史 很值得去參觀 參觀完了 為甚麼呢 因為附近 現在逐漸成為一個香港的蘇浦區 有很多不同的食肆 你可以帶小朋友去參觀一下 附近也有域多利亞監獄 也可以去看 雖然你進不去 但是外場 你感受一下香港第一個監獄的氣氛 和建築文盟 你可以帶小朋友去參觀一下 附近也有很多文化館 比如孫中山紀念館 都是在附近的 所以你去一個文武廟 其實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剛才我想說的 這兩本書都有的 都是在附近的 就算是乘車 都可能乘兩三個站 這樣便可以去到 所以我特別是介紹文武廟 附近也有些食肆 例如大堂 像大堂 近堅島 你走上去附近都是堅島 你可以順便參觀這個天主教堂 一個很宏偉的教堂 或者剛才我說的中山紀念館 其實是之前的金堂帝 大家很多同學都知道 很多學校都去過參觀 金堂帝也是一個很古老的建築物 是當時的殖民地建築的 用他的殖民地方法去建築 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賞 他的建築的手法 建築的外貌 以及也可以進去看孫中山先生 在香港和香港的關係 在裡面也有很多展品 是將當日孫中山先生 在香港去讀書之類的資料 都擺放在那裡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其實你去一個文武廟 其實你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是可以整天的 可以在那裡玩一天 還有又近住這個冰頭花園 即是動植物公園 我們小時候叫冰頭花園 現在叫動植物公園 現在你都知道 很多東西動植物公園 剛剛生了一對龍鳳胎 就是那個猴子 我不記得他的學名叫什麼 又可以在附近那裡 大家去參觀 好了 暑假好去處 介紹到這樣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 不妨拿一本書 在文政署那裡 就可以有更加詳盡的資料 OK 今天就這樣 拜拜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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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請進行 而不願意 做得到 多次 話題 立即 這位 請進行 準備 請進行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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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